麥 Wesley 麥 primeiro 美國的麵條 ファイド紀�最近正面 genial 我是花蓮遠東的魯池大阪 suntem перre 我為大家介紹一道 麵包果樹湯 那我要以最簡單的方式 呈現出來唷 跟著我一起做吧 近年來科學界R Shapiro 都在尋找有超級食物 低克成熟的麵包果實 重達3.2公斤 能提供大量糖類 蛋白質 纖維素 維他命及礦物質等營養 含量足夠五口 只加一餐食用 那我現在我要處理它 那處理的時候 我們的刀子一定要抹上油 因為這個麵包裹 它還是單有素液在裡面 那先把刀子切掉 你看它的字液 還是有在流出來 這個就會沾連 我們不修鋼的刀子 所以我們的刀子一定要抹油 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開始削皮 就這樣削 把它整個有凹凸面的 整個都削掉 很多人都誤認為說 它是菠蘿蜜 其實它不是 等一下我煮好之後 你們就知道它那個口感 是柔軟甘甜 再加小魚乾 吃起來也是非常消暑 好 那我們就對半切 記住喔 麵包裹的裡面 它有這個心 這個心也要把它去除掉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它有很多果實 告訴你們重點就在這裡 它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這個字 比較不太好吃的地方我們把它削掉 那一樣 好 那我們的麵包裹已經處理好了 我會把它泡水 因為麵包裹如果不泡水的話 很容易氧化黑掉 那吃起來就感覺不太好吃 那我今天要用 新客氣快鍋20公分的生鍋 來烘潤麵包裹湯 好 打開鍋蓋 就把我的麵包裹先沥乾水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樣要把我們的小魚乾放下去 因為麵包裹配小魚乾是非常的搭配喔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水倒進去 水呢只要淹過食材就可以囉 蓋上我們的鍋蓋 記得氣把一定要打開喔 這個時候呢 我要轉中火 我們的氣息生之後就轉小火 煮10分鐘就可以囉 那現在來看一下喔 哇 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這個麵包裹 食已經熟透了喔 現在我們要撒上一點鹽巴 因為小魚乾本身就有點鹹度 所以我們不要吃太鹹 那夏天喝這個湯會非常的適合喔 攪拌一下 好啦 又到我們開心的試吃時間囉 那現在我要為大家試吃 把雞爐的果肉喔 它的肉質 柔軟甘甜 你會吃到它的脂 最精華的 這個千萬不能丟掉我 因為它吃起來像花仙的口感一樣 但是呢 這個殼一定要把它咬掉 喜歡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至少 way 下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